本期赚出好人生 震撼来袭 各位选手将使出看家本事 给您惊喜不断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让您爆笑不停 你要实在上不来信 那你就压下去得了 他们是来自黑土地的草根艺人 台上一张笑 一身功夫 台下为梦打拼你们变身伤好 二人转 帮他们转出了更大的舞台 转出了人生的尊严 转出了崭新的梦想 追梦之路有多长 转出好人生 向您讲述 火果一响 好戏开场 您问我啥戏 宁舍一顿饭 不舍二人转 从五月到八月 三十组优秀的二人转演员 齐聚北京 转出功夫 给您看 想找乐的 您往这儿看 二人转演员都是段子手 专制各种不开心 想看绝活的 您往这儿看 二人转讲究 说唱半舞绝 演员们都是功夫高手 那绝活 胆小的 您都在闭上眼 想听戏的 您就更该往这儿看了 九枪十八调 七十二嗨嗨 总有一款适合您 就从此刻开始 就在这个舞台 二人转演员 要挑战斗功 拿手功夫 即兴功夫 大比拼这三道大关 争夺当期的人气最高选手 讲出好故事 转出好人生 挑战马上开始 转出好人生 斗军一乐 开心事宝 本节目由 君乐宝乳业 独家冠名播出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转出好人生 系列节目的第八期 首先让我们 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本场的特邀嘉宾 她以前呢 号称中国好媳妇 现在呢 号称国民好妈妈 大姑娘没了 那个大姑娘了 大姑娘走进了 清沙场 照片子ape book 官人也也会 祇嘉宾 飞飞飞飞的 喜三 我都愁愁欺望一望 但是不愿意躲着浪漫 浪呀浪你在乃大门航 真是把我祈祷强 哎呀妈呀 不愧是我们多美内嘎出来的大姑娘 多美 再次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凯丽老师到嘉宾亦就坐 谢谢 同时呢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点评嘉宾 阿仁传表演艺术家周春燕老师 和她的学生许志明 阿仁传呢讲究两个人得是愉快乐的 两人还得配合好 像江相公大嫂那段高康红火 特别是男演员 小相公大嫂索嗨 小香公大嫂 小香公大嫂 大嫂娅 大嫂娅 沃楓产买东州 沃楓产 Omegacht 我爱小宫你的小宫哪儿 高楼庄上有门条 姨姨姨是哪个小宫你叫什么娘 我不是有名的猪老院外 我母名叫猪美容姨姨 说声可法可 我是小老大大 你叫猪的我的大嫂 相公啊 大嫂威 大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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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有好地 三百赏十金子 银子用橙橙 大嫂跟我成婚派 包括你有吃鸟和有腿有带 照天每日每时每刻 把你趟我的大嫂威 分到上一天 有酒了一杯子 真能吓唬梦 你可是这个千金分 要的我会倒在地儿 眼睛冒结下 我的大嫂威 我的大嫂威 你们唱得太好嘞 柯老师咱们现场 对一个那个条 好的 我的大嫂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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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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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辛苦辛苦 看得非常棒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 豆公大比拼 二人转演员们 比起现场挑战三位 全国最不爱笑观众 每一组演员上场 三位最不爱笑观众 都将分别得到 十个由君乐宝乳液 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 每个价值三百元 比评中 演员每逗笑他们一次 就能从他们手中 拿走一个君乐宝 健康乳品大礼包 反之 大礼包就归至三位观众所有 动了高手 能否逗笑冷面观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边上这位大哥 从哪里来 我来自甘肃 您平时就不笑吗 是这样吧 他说是这样吧 来 中间这位美女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一位文艺爱好者 文艺爱好者更应该爱笑啊 因为我经常会看一些综艺节目 所以笑点会比较高一点 好的 来 边上这位美女 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 这么阳光 这么亮丽 为什么不爱笑呢 因为平时和同学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就比较严肃 今天希望你们能够开心一笑 好不好 谢谢 在这里我提醒观众朋友 拿起手机开心一摇 您就有机会获得 由俊乐宝送出的健康乳品 大礼包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 刘晓龙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身为独生子的他 为了贴补家用 初中便辍学 借了一万多元去学习二人转 然而曾经的一次意外 却让他面临巨大困难 15岁那年吧 出了一场车祸 这个皮 两个皮都开了 正好拽着肉 全是血 然后影响挺大的 班级里40多个学生 我排倒数第一 背负整个家庭希望的刘晓龙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一个字 拼 做俯卧生 一组是20个 每天做五组是100个 我就要比别人多出三倍 做300多 甚至要达到400 包括挖跳 每天蹦楼梯 也包括平地挖跳 平均每个人一天做200 我就要做600 我印象当中好像一年07个月左右 那个时候从我班级里的 倒数第一名 到了全 练到最后 成为了全校的剑子生 性格倔强不服输的刘晓龙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呢 大家好 我叫刘晓龙 大家好 我叫杨柳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斗工大比拼 挑战开始 这种氛围特别的好 但是哥哥姐姐话说回来了 自编自演 我不是强项 特别插人转 包括唱歌曲 强项是谁呢 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梦魂英雄 乐队拉鞋的王长老师 对了 特别特别的有才 有才到什么程度 能够见景生情 看啥唱啥 那看见山唱山 我看见一座座山 一座座山川 我唱的 唱的特别好 前段时间我们去大连去玩去了 看见大海 当时又来灵感又唱上了 大海呀大海 就像妈妈一样 正唱大海呢 在这个时候 从海里边爬出一个这么大的乌龟 那拉鞋子看那乌龟 看了二十分钟 后来指着那乌龟又唱上了 张大好 我就唱了你 当时他唱完那首歌之后 给那乌龟都给唱点头了 别别别瞎说 那乌龟能点头吗 你别说话 来弹琴你也去了 你站起来 告诉大伙他唱完之后 那乌龟点头吗 点头 笑了 给他笑了 你告诉大家你笑了吗 我这笑了一点点 一点点三百元大礼包没了 谢谢大家 勉勉强强的得到了一个大礼包 对 边上的大哥你为什么就是 稍稍的微笑了一下 不刚抽出了一下吗 你抽出了一下就是三百块 不能随便抽了 好吧 小龙是不是还是有点紧张 对还是有点紧张 在你的这个表演当中呢 还是能够感受到一种急于求成 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 我叫汪思瑞 我叫任婷婷 我们来自黑龙江省拜神学 新东北二人传演艺学校 哎呀两位小朋友啊 这可能是我们转出好人生 系列节目当中最小的一对 二人传演员了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动工大比拼挑战 开始 不要走开 广告之后给您更多精彩 不停 这么重要的比赛 咱俩是个演点绝活 咱俩有绝活吗 啊 有 老多了 你来 二人传两个也是活 我自己咋演 妈呀 不会演你唱啥二人传 唱歌曲 多好 唱啥歌曲 那歌曲都跟二人传有关心 不信你试试 那我先来一个啊 咳咳 我们都要一个家 名字叫中国 这个二人传 有啥关系 这个就是二人传的音乐 听着 行了 算就赶上了 嗨呀 一二呀 嗨嗨一二呀 好汉歌跟九月九的九 他俩是一对双 啥双 嘖 就是你唱好汉歌 我唱九月九的九 只挣颜丝可疯 那能唱一块兔日心吗 哎呀妈呀 不然能唱一块兔日心 还有酸奶河呢 妈 那咋还有酸奶河呢 笑了不就有了吗 嗨嗨嗨嗨嗨嗨 大河向洞流啊 中央野难举手 要是九月九 天上的星星 他没走啊 走走走走走啊 走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嗨呀 一二呀 嗨嗨一二呀 嘴嗨嗨嗨嗨嗨呀 埋怨自己哥哥 逃不够高啊 哀嗨悲睡觉 炸所有啊 谢谢大家 这三位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好像他们就是被人点了死血了 反正这两个孩子就在这表演 我都觉得挺可笑的 那边都有很多观众笑出声来了 我们三个观众你依然是这样 阿姨你们不喜欢小孩吗 说实在话 因为两位天真浪漫的小朋友 能够表现到这样一种水平 甚至像好汉歌这样的歌 竟然跟我们东北的这样一些民歌啊 小调二人传有很大的关联性 所以这个我其实我认为是很有艺术含量的一个 一个表演桥段 即便不乐 我觉得你们俩都赢了 谢谢老师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上场 这到底是红娘子啊 还是铁媒啊 而且还像那个红高粱里边的酒儿 这姑娘这打扮 瞬间会把我们很多人的记忆 就这个呼唤回来 我觉得你今天不管怎么着 你这个服装先赢了 来坐下坐 大家好 我俩来自吉林 我叫永鹤 他叫李静 他是我的搭档 生活中 不是我媳妇 你看两位 这来就来一位 你还不空手 这个 不是给你的 这个是给我们老乡 凯丽老师的 这个 两条太伤人了 他太伤人了 都这么疑的 怎么能这样呢 我这不也为你好吗 真子 木耳 还有香肠 我不能要 怎么能要你们的礼物呢 拿着吧 我现在这特产北京也能买着 我自己花钱买 真的不能要 这个可以要 为啥 这是导演组买的道具 是吗 那我得林家 你们俩跟我可结仇了 真不是夫妻 不是 接下来 看一看 不是夫妻的你们俩 这个默契程度 到底怎么样 有信心吗 小伙子 谁让他们杀 有没有信心 这小伙子还挺默 谁让他杀 有没有信心 好 行 我现在对你这包 我就有点信心了 你们俩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斗工大匹拼 挑战 开始 谢谢 感谢大家 给他俩无声的支持 谢谢 谢谢 前面演员都有 自己的绝活 我呢 也有我自己的绝活 接下来 我也给大家 哎呀 您个拉倒吧 你有啥绝活啊 你那两下子 我还不知道啊 不是 你上台说话 时候能不能快点 你这么说话 我也上不来吃啊 我呀 你说你这样 汉叔骂话 上不来气了 你说 你要实在上不来气 那你就演演员得了 回说话吧 演演员气 演演员气 那不死了吗 演演员气 你瞧你又说那话 早晚的事儿嘛 对吧 我这回说话 你啊 干啥呀 说话就好好说呗 动什么手啊 我这动手咋的 动手啊 来来来 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 你咱碰我一下 让我看看 来 碰你了 你可真有劲 天哪 打车把他给我截走吧 怎么这样事儿 给你啊 你又说那话 我跟你说 你别老动手 老动什么手啊 一点也没改 其实俺俩 还有小毕德 从小阿玛桑的吧 就一起长大的 用我们东北那嘎子的话来说吧 就是光定娃娃 啥说话呢 还光定了娃娃 娃是吧 毕老师是吧 他得多少年不穿衣服啊 他得呀 我有意见啊 我是四十八吗 我明明是五十八吗 你才五十八呀 我其实你都六十八了 你 从小你俩就淘气 没事还乐去打鸭子去 打着一个鸭子 他说是他的 他说是他的 这时候我就说话了 这么的 你俩都照着互相屁股 踢五脚 谁要是能挺住 这鸭子就归谁 是不是挺公平 当时我老弟就说了 哥 你先来吧 你先来吧 那我小屁子 不知道跟哪 穿了一双 四十五号的大军钩 鼻血呀 上边全是钉子 照着他这屁股 咣 就踢了一脚 当时我老弟这鼻子 娃娃 躺血呀 你是不是纳闷 为什么踢屁股 鼻子会躺血呢 内伤啊 光光光光光 连着踢了四脚 当时我兄弟 踢的口吐白沫 终于听住了 最后一轮到我了 你给我站好了 当时我小屁哥 说了一句话 没把他气死 赫儿啊 不用踢了 你赢了 跟大家套路一下的 他一小也挺好玩 他能唱到现在二人传 可以来说是个奇迹 从小就是个大舌头 跟他妈出去溜着 问他妈 娃娃 娃娃 我问一下 天生飞的 是乌拉吗 你听他妈咋说的 谁救你的呀 那么大烂吗 他爸给他妈 嘎巴一个嘴巴你 你这三瓣喇巴 你那不灰鸡们那不 别吓唬 我妈就在旁边坐了 哎呀 他妈杀的也不笑 我这么杀 你又说妈话 你别老一样 也一笑 你没有什么开心的事 你一样也笑啥呀 是吗 这演员咋这样的事呢 你老逼人家笑 那个没有别的意思 三位 我来我不是都你们乐的 真的 他能给你整哭 他能 我吓得我 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行 咱们关上门 就是一家人 不分观众和演员 我就 咱们就唠唠嗑 什么哥 真是我跟你说 哥 就是我跟你说的事 好像我有一个哥 他吧 就有个习惯 就不论干啥之前吧 都愿看看 黄历 有一次他就要出门 然后他提前就看了一眼黄历 上面说不义出行 他就跳墙了 然后正敢那天不巧 他就被这墙吧 给砸理下了 然后他又看了一眼黄历 上面又说 不义动土 然后他吧 就在土里埋了一天 但是今天我来这吧 你看我哥给了我一个锦囊妙记 我相信我哥 这个锦囊妙记 我送给你了 我请你站起来好吗 使你浑身最大的力气 你把这个锦囊妙记 当着全国的观众 全场的观众 你给我念出来就行 你不爱笑是你自己平时的习惯 这不是上当吗 但是你竟然也哈哈哈哈 你哈哈三百哈哈没了 那龙哥 你也给我念一遍吧 你瞧你那笋仔 谢谢大家 谢谢 凯丽姐 笑的哈哈的 她笑的比前场我看谁都笑的厉害 对 这个女孩子和这男孩表演的都非常好 尤其是女孩 她浑身都是戏 一上场进入角色非常快 而且呢非常稳 非常准 又狠 这个东西一定要极致二人转的东西 而且她根据现场的反馈 你们还会有一些发挥一些什么 我觉得二人转演员的功底真是不得了 非常好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特别是后边那个包袱的那个 让她读一下 我觉得她也很准 因为她如果让中间那姑娘去读这个 估计这姑娘就不能上当 右左边这左边这小伙子 她还是比较憨普的 实在啊 把她给害了啊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她的语言方式本身就是包袱 她一上来 你咋说呢 是吧 她这个是包袱 所以她就要保持住这样一个语言方式 否则的话就就就把底透了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挺棒的 平常说话也是这样吗 你又说吗 没有没有 对于你们这个不是夫妻的 这个二人转的这个搭档 和是夫妻的二人转搭档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人家夫妻搭档 人家学一个小品呢 学一首歌 人家用一天时间就可以学完了 但是我们俩最低得用两天到三天的时间 那怎么着你们俩没他们聪明吗 对 时间也不聪明 不是 那个 眼界在睡觉时候就能对了 我俩会学 好的 亲爱的朋友们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拿手功夫大比拼 斗军一乐 开心是宝 本节目由军冷宝乳业 独家冠名播出 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挑战选手 刘晓龙 刘晓龙 杨柳 说唱半舞爵 最擅长什么 绝活 这样 我们就会 给现场的朋友带来一段我自己的才艺 名字叫做金刚铁板桥 什么意思呢 舞台上放着两个凳子 接下来我将平躺到凳子上 在台下邀请几位观众来到舞台上 踩到我的身上来感受一下 台下哪位男同事 您认为那体重比较重一点的 体重超过190斤200斤以上的有吗 我来采访一下 哥您的体重多少 150 150 您呢 200 200 350 您多少斤 190 190 您多少斤 吃你没有 160 490 500 650斤 兄弟我的体重115斤 600多斤的重量 在我的身体上坚持10秒钟 全场的朋友 能否给兄弟来一次那海上打打去家里游 行吗 谢谢大家 踩着那个凳子往上上 先上一只脚 左脚踩在他的身上 先不要小心 对 左脚踩在他身上 对 我数一二三 你们四个人 一起右脚也上来这个擦身上 先来一只脚 然后听好 不要前倾也不要后仰 来准备 一二三 上 来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谢谢大家 二转演员是多么的不容易 多么的拼命啊 还是要小心 谢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们俩功夫背后的故事 你别含那么多声 你说咋舍就咋舍呢 你别老多加财 家里俩就不挺好嘛 咱们那节目就是短筋快 对不对 利索干净利索的活 你说你加那两句 有啥必要吗 呀 咋了咋样啊 你在还玩玩游戏了呢 我跟你说今天必须完成任务 玩游戏任务 你知道解脾气 东西呢 那 աէ 这 二 三 三 四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五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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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挺好的 没了 不错 小样 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 拿手功夫 说上半我觉得 你们俩最拿手什么 绝活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讲出好故事 转出好人生 两位 转起来 搭档下去换一下衣服 然后这段吧 有一个小匹 但是我还得要求 我的小毕哥 和我配合一下 你扮演我父亲 因为你看 我都这么大了 你看现场我要找个父亲 你就找个特别爷们 特别男人 是不是 我一看就你这气势 就没谁了 就你了 这这么说还行 我以为说 就我长得够老呢 那是 你长得不老 你扮演我的父亲 扮演冯静遥 感觉你穿这套 是上海滩的 是吧 对呀 风景流 好 讲述的是 三十年代 刀光剑影 随于风景的大上海 有一位传奇的人物 他叫许文强 你们看 他 来了 这许文强就酷得短点 大家好 我就是上海滩 赤照风景队 许文强 挺长时间 没跟程程联系了 有点十分想念 给他自个电 三十年代就这样的了 喂 喂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干啥 哈 你打电话 我用啥接呀 啥 啥玩意 给你用它 好 金乐宝酸奶啊 这就是我的电话 像不像 作笔成样 就能回事吧 太别急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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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承呢 喂 喂 你那信号不好啊 那信号不好吗 你等会 你那天线好 没查 天线呢 还有天线呢 天线没查 哎呀妈 你掏入一袋 是什么法啊 谢谢 好吧 喂 喂 是长城吗 强哥 是我 多年不见 我有点想你了 你还好吗 强哥 我还好 我这次回来 我打算要你 带你远着高飞 不行啊 强哥 咋的 你还有三母帝 帮我也没拔呢 你是 到时候让我小弟 富裕龙给你拔去吧 昌昌 啊 我要带你远着高飞 不行 强哥 咋的 我爹不同意 啥 我爹不同意 你爹不同意 啊 让他接电话 要 让我爹接电话 接电话 那强哥 那你 你稍等一下 爹 爹 哎 接电话 谁这么大胆子啊 在让我闺女给我送电话 这么大谱 哼 我告诉你 行啊 也就是你 换个人 想都别想 喂 喂 是冯庆尧吗 喂 这个不错啊 啊 喂 哎呀 你咋把电话给我喝了呢 你啊 你好 是冯庆尧吗 我这次来 我要拎你女儿走了 你重复一遍 我要拎你女儿走 拎我女儿走 嗯 爹 你别呛着 我看你是活得有点不太耐烦了 你说别的没有用 啊 这时我就领定他了 我要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 来给我拿灯的了 哎呀 我天哪 我强哥鸡啊 我啥没见过 想吓唬我 哎呀 你干啥了 我也看不着啊 不行啊 这就活 你先告诉告诉我 你在那边干啥了 来把风都给我抬上来 嗯 不过 要想把我闺女带走 三层好像低了点吧 啊 你是真逼我呀 你来 带给我家一趟来 你吓唬我爹也就算了 你还要来真的呀 你啊 为了 为了给你领走 什么真的假的了 哎呀 你行吗你啊 小子 想好了 你要是掉下来 站不起来 我闺女你也带不走了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来你们来 给我搭着气 家里又来 你看看 我这一说害怕了吧 我风景瑶什么人没见过 行了行了行了 下来下来 自己回家 回家回家 哎放心 你意外 能不能让你全部站起来 给我家的 有 来 我不能站 我不能给他站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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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拔 没啥事吧 不是你这么说跳就跳了呢 我没来得及 问你 你就跳下来了 你这练了多少时间了 我这一句活得练 十多年了 练了十多年了 电视机前的朋友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特别是小朋友 千万别学这个 这没有个十几年的功夫 根本是表演不了的 对 行了 你把这个我姑娘带走吧 人家说二人转演员上台为了让观众满意 他们是恨闷的把一腔血都撒在舞台上 所以二人转演员是真正的用功夫来征服观众 所以从某种角度 这种民间取义的发展 离不开二人转艺人的这样一种付出和心情 我觉得真的 活跃大家的业续文化生活 二人转演员功不可没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上堂 我生活学习在一个特别温暖的大家庭里 每天都特别快乐 四年前我来到了这里 每天练功学习需要吃苦 也经常会很累 但是有小伙伴们的陪伴 我每天都过得都很充实 这是我的搭档王慈蕊 他非常聪明 演什么像什么 我们俩还一起获得过黑龙江省青少年比赛的一等奖呢 这次有机会参加赚主好人生这个节目 师傅特别为我们俩高兴 我们俩也一直在抓紧时间刻骨练习 相信在今天的舞台上 我们一定会努力发挥好好表现的 特别阳光的一个女孩子 非常快乐 你觉得看看她这个状态 她的那种阳光感 你觉得她是不是应该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里 我想一定是的 不是的凯莉阿姨 我从小父母就不要我了 一直在姥姥家长大 父母不要你 为什么呀 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嘛 这个情况我比较了解 我上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婷婷的爸爸妈妈生她的时候 她是第三个孩子 超生了 还想要个男孩 前面两个姐姐 所以一看又是女孩 就坚决不要了 但是她的姥姥姥爷当时特别心疼 特别不忍心就把这孩子接回家了 那时候姥姥姥爷靠什么养活你 姥姥姥爷那个时候也种了地 然后就是在地里面捡那些豆子 然后就那么一直养着我 我听说后来在你很小的时候姥姥就去世了是吗 对在六岁的时候姥姥就去世了 然后就生我姥爷了嘛 然后我就在我舅舅家待了不到两年吧 听说好像到了七岁你就开始帮着舅舅舅妈干活了是吗 对 我就是大人干的活我都会干 像八包米割豆子还有包土豆这些都会做 这八包米啊 大人手都勒得不行 那个那活不是小孩能干的 那个割豆子呢 那个咱们那个黄豆一拢一拢了 它那个割的比麦子的能割 因为它那个豆子那个梗是很硬的 那用非常快的镰刀有时候还得还挺耗力气的 你那时候是不是手一整就全是大炮啊 对那个时候就是割豆的时候拿镰刀嘛 然后也就是容易割刀手 家里生活还干吗 对家什么喂猪子嘛 人家那个时候长得特别小 然后那个锅还大 然后那个锅台就到这 那你那时候这么高 锅台都很高的 那个时候特别小 然后脚底就踩个小凳 然后就往上一勾 然后那个锅台伤水的时候特别烫 然后就是不小心一下 就是把我胳膊都就是卡到那个锅间边 然后就烫 那特别烫那种大锅是不是 对 哎呀我觉得可能大家难以想象 这么小的一个小朋友 那一般小朋友要是受了委屈了 可以去找爸爸妈妈 那你那个时候觉得心里特别委屈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有的时候也是跑到老楼的坟前哭 但是这些事情 我感觉都是我 就是有时候受伤了 生病了 都是我自己照顾自己 就是没有人管我 孩子是这样 即便救救救妈 就是不是他们孩子 但他们那时候能够让你在他们家里生活两年 我觉得比你爸你妈强 我倒希望你长大的时候 还是要与感恩的心态来对待 对我心态吧 就是好好学习二人转 好好地向我师父学习 大家可能会很关心他怎么到了这个学校 是因为他的一个远亲啊 看着他像这个小朋友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托人找到当地的一所二人转学校 那么就是问这个校长说你能不能收下这个可怜的孩子啊 但是没想到呢 这个校长听到他的故事之后非常爽快地就答应了 而且呢 把孩子也收下了 如果没有这位校长的话 听听可能今天还在那继续地搁斗子啊 插猪食啊 今天呢 我们这位好心的校长啊 也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 你好 跟大家做一下特别介绍啊 这是李建军校长来自黑龙江败泉县二人转学校 是吧 就是当时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婷婷的时候 她什么样子还记得吗 瘦小枯干的 然后呢 穿了一件特别不合体的大裙子 肯定是别人穿过的裙子 然后脚上呢 一双家座的布鞋 已经露得脚直到了 然后我就买的方便面给她煮的 煮完方便面之后 她问我 师傅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 我没吃过方便面啊 婷婷当时啊 可能是这是一般的家庭孩子 就是家长都不允许吃的东西 但是孩子都已经八岁了 没吃过方便面 我看着心里特别的难受 当时我就想 这个孩子 我无论如何 要带他离开这个地方 我会尽用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 这是当时最初的想法 万一这个学不好怎么办 你想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想呢 就即便不能学二人传 也可以学舞蹈 我们不只得有多大的发展 但是能当一个舞蹈老师 能考到教师资格证 将来呢 也能自己养活自己 如果连舞蹈也学不了的话 那么我就花钱送他上学 去学习正规的文化课 但是后来孩子呢 很努力 你免得他所有的学费 生活费 等于说一分钱不用花 这个孩子就在那上学了 我就说 你的孩子能有的 作为师傅 我尽量的能满足你 今天我记得有一个愿望 想跟校长说什么 但是一直不太敢 今天有这么多叔叔阿姨 都坐在这儿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 把你最大的一个愿望 说出来好不好 师傅 谢谢您这么多年 对我的照顾 对我的培养 您对我简直就是 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爸爸 应该的 谢谢 愿意有这样的闺女吗 愿意 我希望 其实今天我有种的感谢 中央电视台 转足好人生 栏目组 制片人 能给孩子一个这样的机会 谢谢你们 听跳 你是个学生 那么今天 转足好人生的这个舞台 对你来说就相当于一次大考 我想考个好成绩 来回报 你的师傅 好的 你的爸爸好不好 好 好 讲出好故事 转出好人生 任听跳 挑战 开始 老师 我去和我的搭档换一下衣服 然后马上来 好 这一日是同事人 往前走吧 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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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高山 马路来 来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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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的霸鸡 吱吱叫烧的 沙声跳转转 试图骑的团团转 来聊土地 来 去山 土地 你给我除了 土地 大圣 你妈呀 你说这二十转 有多牛 美女 嘎嘎变老头 对了 我不去了 啊 我告诉你 芭蕉洞 我差你手里又把芭蕉扇 你把扇子接来 一扇 就过去了 太好了 哎 那他能借我吗 他要是不借给你 你就 开 打 打 打就打 打就打 走口三四曲解 芭蕉扇 眼前来到 洞口前 把根毫毛 说声变 变成个牛鸟王 牧羊一样 翻 哪 若差你 遗连我的手 回家转 那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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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扇子能降助随行者 快拿宝扇 我稀罕 落下这里 说声便 宝扇贬在手里便 这扇子真是该是宝 悟空宝扇 接手间 接个扇子说声便 便个合照给你看 叉咒 保护世界雕 表演 你看满堂彩啊 我虽然不是特懂二人钻 但是我知道二人钻偏戏曲画的表演 其实不是特多 又有这么小的演员 来完成这样一个节目 我觉得难能可贵 我觉得这小男孩的表演 还是挺细腻的 罗刹女往她怀里躺的时候 她作为猴子 那个瞬间的那种表情 带着讨厌感觉 她背着都表演出来了 我觉得这就挺不容易的了 说明他们非常的努力 你们俩是不是还有什么绝活 我们还有绝活手绢 绝在什么地方 副幻潮他们都是一个两个 总是我们的副幻潮是四个 能达到每次都成功吗 老师我们不能达到每次都成功 但是想试一把 想试一把 现在我们两个开始风光桃 两个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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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光桃成功 老师这回我们想挑战一下四个 因为我们也不说就是 八把都的结果 但是我们今天想挑战一下四个 我们全场的朋友们给他们加油过 谢谢大家 谢谢 四股英雄出少年 我们看看这两位少年 会不会挑战成功 好 第一次挑战失败 来 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来 加油 谢谢 你们要能挑战成功 我们就在转出好人生的舞台上 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你们即便挑战不成功 你们都是最了不起的 孩子放松了整 没问题 好不好 来 我都激动站起来了 祝贺你们两位 祝贺 谢谢大家 凯莉姐和我是师姐弟 都是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 戏剧学院 我们一入学的时候 可就是以你为荣的 那时候渴望那早已经火遍 那个祖国大战南北了 凯莉姐好像你多次在很多节目里都说过 你从小是姥姥带大的 对 我的姥姥就是比汇芳还好一百倍的人 我之所以能够演成慧芳 我觉得就是在演我的姥姥 姥姥就是人物原型站着放着 是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 我们家里有那个小的摇篮 摇篮摇着热炕头 姥姥拖着背在那里 哎呀 这种情景一直都是 永远都是在我的记忆中 你刚才说到了那个摇篮 说到了姥姥 咱们就通过这首摇篮曲 来表达一下你对咱们东北的生活 对您的姥姥 对整个那片土地的那份热爱 对 好不好 好吧 谢谢 月儿明风儿鸡 树叶折窗里啊 曲曲而交阵阵 好比那青鞋儿生 轻声而轻 因雕儿共听 摇篮青白风 愿你抱抱 闭上眼睛 睡了那个睡在梦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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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让我们进入即兴功夫大比拼的环节 我们特别有请傅玉龙带领三组演员上台抽取关键词 好 朋友们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抽签规则 在我们面前的玻璃缸里有16张用A4纸做成的直筒 每一个直筒上都写有一个词组 我们每组选手分别抽取三次 他们所抽出的词语就是我们第三关 即兴功夫大比拼环节的三个关键词 他们要把这三个关键词穿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现场演绎出来 准备时间分钟 首先有请我们第一组选手上台抽签 喝茶 星座 底线 在这里我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 您就有机会获得由俊乐宝送出的健康乳品 大礼包 都军一乐 开心吃饱 本节目由俊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 这个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他们收到的三个关键词 钉子 香蕉皮 不准说话 南辕北辙 对 好 你们两个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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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不是特有信心 给大家演一段哑句吧 红娘子 你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 凯丽老师您学表演的 这个哑句 在表演当中 那是最高的表演境界了 我不说话 我演的东西都能看懂 要靠形体 眼神 来表达 非常非常的难 你们俩我觉得属于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 必须上 好 极心工作 大比拼 挑战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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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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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喝茶底线星座 这个喝茶底线星座这三词 他们会给演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特别的期待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这一天呢 快愁死我了 你说我这饭店呢 本来生意挺红火的 这自从参加改正又开了一家饭店 把我这生意都快搅和黄了 今天我必须得找个跟他对质对质 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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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话呢 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 先生请坐 请坐 请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都看来你这生意是挺好啊 你看这么多组 这得多少人呢 茶 啊 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停 我让你倒茶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我说的是你给我倒杯茶 我要喝茶 早说不就完了吗 还早说 十元一壶 十 人家隔壁那饭店都免费为顾客提供茶水 你家把收费啊 实在不好意思 先生 白开水免费 白开水免费 白开水免费我也不喝呀 来 点菜 我告诉你大哥 来我们家你就来对了 我们家是要啥有啥 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 啥都有啊 哎呦呦呦呦呦 大伙看不看得多能吹 我给你来个天上飞的红烧飞机 没有 没有 我给你来个地上跑的干炸火车头 也没有 这个水里游的爆炒轮船 没有 不是大哥你是来点菜了还是点血 你这菜点的也太硬了 海陆空全旗呀 海陆空全旗 不光海陆空全旗 点点比较你家里有的菜 目须炒鸡蛋 你那不就是鸡蛋炒鸡蛋吗 你咋不点风笛炖母鸡呢 大鱼炖小鱼呢 不如我们臭豆腐呢 大伙看不看着 不光我点菜点的硬 这给我配的这几道菜也挺硬 这么的 老妹我点一个你们家最拿手的菜 给我来个加肠豆腐 好嘞 加肠豆腐来了 哇 哎妈呀 老妹你家的加肠豆腐也太长了 你要是鲜短 太能加肠 太能加肠 就着你这加肠豆腐 我现场给你来到名菜 啥呀 鸡刨豆腐 停 停 你在干嘛呢你啊 鸡刨豆腐啊 你看你看我的豆腐刨呢 我还能不买呢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严重地触碰了我的底线 哎妈 还严重触碰你的底线 你这脾气挺爆啊 老妹你啥行做的 啥行做 看最难斗行做 对啊 龙 你媳妇脾气挺大呀 还好 平常也这么对你吗 没有没有 平常挺舒适 那看来你平常在家很爷们呗那意思 还好吧 也就一般就 也就跪个脱一板 不跪丁子啥的 那没有 跪个键盘上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上场 来看一看 他们抽到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老太太 不够格 邻居 11岁小孩 对 能让他去演老太太 就确实更难 对 尤其对他们来说 这个挑战更大 准备好了吗 两位小朋友 急性功夫大比拼 挑战开始 叮咚 谁呀 刘德华 哎呀妈呀 我的妈呀 这哪是刘德华 这就是葫芦啊 大蜜子 听说你们广场舞舞蹈队 要招收新队员 我想打听打听 哎呀 这消息挺灵通的啊 能不灵通吗 自从你们舞蹈队 获得全线广场舞第一名 小县城如同炸了影 都夸你是老来红 哎呀 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 哎呀 你的舞蹈 真不赖 就是感觉 有点怪 明明七十岁 能跳成九十岁 老太太 怎么说话呢 我那是角色要求 是 队长跳舞最出色 跳着跳着 找不着人了 这咋还找不着人了呢 跑偏了 干得下去了 大妹子 咱们住这么多年邻居 你就始终没留意过我 啥 我特别适合 做你们舞蹈队队员 我不但会唱 还会扭 还会浪 说我舞蹈跳的溜 人长得也清秀 我就是他们心中的小鲜鱼 哎呀 你可拉倒吧 我看你好像他们心中的老腊肉 说这么半天 你就是想加入我们舞蹈队呀 啊 我告诉你 大墙玩窟窿 没门 为啥呀 首先我们挑的是大个子 长得要有样子 没有两下子 就别跟我扯肚子 瞧不起我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我是咋跳舞蹈的 音乐老师 给我随便放一个 广场舞音腰 走 我妈呀 你也不要 行行行行 你来也叫跳舞啊 我让你看看 我是凭啥当上 队长的 音乐老师 走 我以为这的爱你永远不离不弃 你是我的小小鲜鲜鲑 哎呀妈呀 这小老太太还挺厉害 讲讲讲讲讲讲讲 哎哎咋样 大妹子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年轻人那时候跳的那舞蹈 哎我当然记得了 咱俩今儿再跳一遍 那那你还能行不了 能行 那个乐队老师啊 会不会整小白年 哎呀 买这头灰 来 乐队老师 乐队老师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哎呀 哎呀 啊 咋样大妹子 我能不能进你们舞蹈队 不行 为啥呀 为啥呀 我还不够格 哎呀 我说老邻居呀 其实啊 你都够格了 我呀 就是想试试你这身手 还忠不忠了 那忠是不忠啊 忠 很精彩 很精彩 你看他这么小的年龄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把这个故事编的这么的几乎完美啊 非常非常的棒 我觉得二人转后继有人 真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人家的那种形态 我觉得他俩扑出的还真是有模一样的啊 是 非常精彩 然后那个挺不容易的 最关键是能把你们自己身上的功夫能够有机的融合到这样一个表演当中 我认为这是最棒的 谢谢老师 表现得非常不错 谢谢老师 好 好 祝贺 带你休息 哎 凯莉姐 我想问一下您有多长时间没回去 回东北了 半年 半年 回去频率还挺高 对 但这次这听说这六个月对你来讲就已经算很长了 是 你是个特别念家的人 当然 那我回去创个门呗 啊 回去创个门呗 你别开玩笑 啊 因为昨天明星跟我说要跟我一块唱一个什么 双回个门 双回门 我说 真的真的真的 朋友们掌声热烈 整夜的夜市点了 整夜的丑三岁啊 剩一套旷年街啊 我们两个去闯门啊 看一看我爹我妈 回来到这儿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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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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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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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收拾好啊 出门奔争心啊 路过了新夏娃子 来到了阳树林啊 西夏娃子也不挂来 变成了流品店啊 阳树林 折出了人 地里跑开了 脱辣筋啊 想起来呀 笑死个人 咱俩在这儿 谈个心啊 见语你好政策 把他拿去闯门 对 把他拿去闯门啊 那么现在三轮大比拼 已经结束 现场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 那到底谁会成为 本期的最佳人气选手呢 那接下来我们请傅卫龙 带领大家现场投票 每一位观众上台 来领取一个乒乓球 你喜欢哪位选手 就把乒乓球投给哪位选手 那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拿起手机开心一摇 你将有机会获得由 君乐宝乳液 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 道君一乐 开心是宝 本节目由君乐宝乳液 独家冠名 播出 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观众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视网农视网 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好了 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 今天的人气选手 已经产生了 那就是 任婷婷 王思瑞 两位小朋友 好 那么下个星期六 在转出好人生的舞台上 比拼依然上演 精彩还将继续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下周六 转出好人生 再见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哎呀 他说我是世上最美的女人 这傻眼神 他说的 没句话我都会当真 他说最爱我的存 哎呀大嘴唇 哎呀呀 哎呀 那咋玩不容易 要我妈了 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去啊你啊 不能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